你知道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徽是谁设计的吗 没错 还是我们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除了笔杆子厉害 他的审美品味和设计能力同样出色 今天就来说说六边形战士鲁迅的设计能力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因为与鲁迅先生私交甚好 便邀请他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 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将校徽设计完成 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汉族建筑的重要部件瓦当 整个校徽的图案主体以钻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 巧妙的是下面一个大字像一个人 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构成了三人沉重的意象 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明字的重任的想象 北大二字还有极量的象征意义 鲁迅借此希望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能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极量 民国初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科长 就被政府要求去设计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 你可以想象一下 得是什么样的公认水准 才会给他这样的重要任务 说到书记装整设计 你更是得佩服鲁迅 他一身设计了60多个数据封面 各个典雅运集 同时又极有时代感 鲁迅的书刊设计带有典型的门人特点 第一是朴素 他很多书都是素封面 除了书名和作者提前外 不着一磨 其次是古雅 他爱引用汉代时刻图案做封面装饰 在1936年1月20号 海燕第一期面试 封面上红色的鲁迅手机 海燕特别显眼 海燕第一期即受读者青睐 当日就受庆了 鲁迅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了此事 尤为兴奋 感谢您的回答